杨成林日前在河南郑州举办演唱会时 因为脱口说出河南人爱骗人 被网友痛骂 说话不尽大脑 尽管事后她赶紧道歉 仍止不住舆论持续延烧 连带老公李荣浩也受到波及被网友出证 早前杨成林被募集 悄悄性深层渡机场 她戴着浅色余夫帽 与黑色口罩 全身包紧紧相当低调 而李荣浩成绩多日 也终于更新社群网站 李荣浩近日受邀担任林俊杰演唱会嘉宾 她就在社群上晒出两人合照 只见两人对着镜头露出参笑笔叶 李荣浩也开心写下 赴林总邀约 去了一趟浪漫的广西 似乎不受近期实验风波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浩应 ,杨浩 yet 手周晨 进入身轮盛